主席 117篇报导 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支持 你知不知道 这117篇报导里面 自己投书的几篇 网路报 而没有平面报纸 只有电子报跟网路报 平面报纸完全没有 有几篇 你知不知道 我跟委员报告 室文局给我们这个资料 这十问十答 你让我答好不好 很多对一对 中间有39篇 但是署长自己的文章投书 但其他各篇 还有江契成 你要不要如果讲完 其他各篇 他很多次 他只访问我们 说我们抗议中间有些 我们跟小别月秋 已经有怀涵 我不是问这个 我问的是 你知不知道 有多少根本只有 在网路跟电子报 我没有去数 我不可能去数 你当然要数 你才知道你做的成效 我们去问题给我们资料 我们当然去用这个资料 真是丢脸 非网路报 非电子报 非自行投书 一百一十七篇里面 只有二十六篇 而美国加拿大 一篇都没有 平面媒体 我跟你讲 前民进党时代 所以有两千多个报道 是把所有网路 全部通通算进去的 我们现在算 一篇一篇已经算 已经算 一千区了 你知道吗 也出了同样的事情 两千零七年 潘基文两度 一个是三月二十八号 一个是七月二十七号 两度呢 引用联合国 二七五八决议文 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不能够申请加入世界妇女相关的组织 你知不知道那个时候 美国是用参议院的决议文 布希所签署的外交召会去抗议 日本也是以总理出面去抗议 全世界欧盟也是用欧洲议会的决议去抗议 全世界这个国家 国会议议员致函 国务院出面声援台湾 抗议怎么会不是抗议 报告委员我知道太清楚 当时美国那个时候联合国副秘处长 就是以前这边做过处长的背铃 他有一个机密文件给给潘基文 国务院也出来讲 国务院都出来讲 你刚刚还讲说什么卫生部部长不会亲自 不会那么随随便便 当时国务院都出来讲 当时都不惜签署的韩健做外交的召会 对当时华尔街预报刊登出来是用什么 骂潘基文说如同君王般霸断 当时尼尔森报导说 我们很感谢美国 潘基文这么讲令美国目瞪口呆 我们感谢美国但是那个时候不是公开的抗议 这是一个秘密文件 我问结论对不起哦 他 他们都公开的去说 他公开说后来公开出来对那个时候的动作是一个抗议文件 当时的结论潘基文最后怎么样 潘基文最后怎么样 潘基文还是说他根据联合国2758 那你错了所以你根本不配办外交 我告诉你你今天问联合国 到底是什么2758 还是valid 潘基文在2007年的8月15号 承认错误 说他错误解释2758决议文 2758决议文的内容 没有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潘基文承认错误之外 官委员 我请问你 你为什么不打蛇水棍上呢 把那个时候搬过来呢 跟着他讲的话没用吗 漂亮小丑啊 2758决议文今天被取杀了吗 2758决议文还在 但是他不代表 他不代表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我跟你讲 我都说在有缘 我就一心打蛇水棍上 我在内网 我没办法做 世界卫生组织 把台湾当作中国的一省 我问你 你现在决定接受WHA模式了是不是 我没有接受那个文件 我接受是我跟 我们跟WHA的换函 对不起啊 2009年1月份的 我没有接受这个文件 你这个不是文件耶 这是他内部的作业情绪 他不是双方协议 那你抗议了没有 你要不要抗议 我们都要抗议 我们今天抗议一大堆啊 对不起你没有 你对你才是开阉的无视 我也跟着 你再次鱼目混珠 说谎无耻啊 你这个次长 你再替中国办外交耶 我们大家不要搞人生意 没有意思 你再替中国办外交耶 来 去抗议 我们没有接受这个文件 那去抗议 我们抗议了 你没有抗议就是默认 你没有抗议这个文件 我们抗议还写这么大 你抗议的是 9月是249月的第一个密函 第一个密函 你抗议的第二个密函 你没抗议 委员 我们跟WHO不知道 抗议多好事 很多你都不知道 我是对跟WHO抗议最多的官员 你知道我们抗议多好事吗 把台湾卖掉了 我们真的不知道啊 我跟你讲 我们只有为国家 争取主权 从民进党时代到今天 都是一样的 争取到的就是国际组织 把我们列台 中国的一省啊 他内部啊 什么 内部我没有办法 他可以写一百遍啊 你还签了哪一个合作协定 他一直没有 我们跟导演 A签的换寒 没有 2009年1月 你说你跟联合国的 其他的专业组织 用Tiennes Taipei也签了 对 你签了哪一个 我现在不能公开告诉你 但是我们跟联合国里面 绝对是一个专业的办公室 你在国会还不讲 大家 你还在搞一个密外交 联合国能跟我们一起 政府单位签东西 可以啊 你不是承认我们 是承认我们政府的政府性 对不起啊 很有可能是 世卫模式啊 因为你是中国一省啊 所以他可以跟你接啊 谁跟你那是自己文件啊 你中共的 对不起啊 也不是说我们是一省的 你怎么不跟中共抗议呢 你怎么还 所以你躲在自己的家里 自卫 自说自话 然后你就说 世卫这个无效 报告员 今天 真是 我们跟中共 三百七十班的飞机 没有救了 他的内部文件 也许我们是他的一省的 你要不要给他 飞三百七十班班机呢 这样的次长 世卫出了这样的事情 还没有改 他跟潘基文不一样 潘基文当时最后认错 而且保证绝不会再犯 而世卫的成逢负贞 到现在没有改的时候 我们的外交部次长 回国以后 替中国跟世卫再打自己人 这样办外交 台湾不轮上 你知不知道 我们的反对 我们现在一直对外吧 我们在救主权 你让我们官业人员 多一点时间 空间做要做的事 好不好 你知不知道潘基文当时 你讲潘基文 讲的今天 好 潘基文当时 你认联合国改了吗 2758号取消了吗 那你为什么 那个时候民进党 就没有说 打折谁棍伤呢 没有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你还要跟潘基文一样 你跟潘基文一样 二十七年是民进党执政 你有没有打折谁棍伤呢 潘基文把所有 2758号废掉了吗 天下是这么简单 潘基文一句话讲了 就废掉了吗 我请问你 你这样讲话不遗余力啊 我们现在 现在我请你讲个事实啊 你用世卫这一种代号的模式 世界卫生大会已经证明它只有五天开会时候用中国台湾省的代号叫做中买台北已经开化了 以前365天通通骗台湾人 以前365天都是叫台湾折蛮犯了 过去加入四大组织 都没有在国际组织的内部把我们当台湾的一省 你第一次把台湾再进去 世界卫生组织的时候把台湾当做中国的一省 你回答还用这种巨傲的态度 我不愿意这样讲话 来替世卫模式说话 就是我该讲我欲强折强 我要折强的主权 你不是在打我 你是在打台湾的主权 我告诉你 你现在十天使用 WHA的模式 你现在捍卫中国跟捍卫世卫模式捍卫成这个样子 在打压台湾的主权 你竟然敢这样替中国办外交 报告委员 我什么叫打压 我只有维护主权 当年我要 维护主权就是要拒绝世卫这样处理 中国卫生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把中国卫生组织矮化成为中国台湾省的五天的代号 你要是要折强台湾的主权 当然啦 以前一天都不会把我们矮化 以前一天都没有国际组织把台湾矮化成为中国卫生组织 以前每一天都是台湾 你竟然还以这个来当作是成绩啊 报主席 你要重新引用国际的力量一起来重新处理世卫的议题啊 那个错误之后现在呢 现在对我们的 我可以跟大家报告 现在已经不会恶意扩大解读2758决议文 我们现在 2758决议文在联合国被当作只处理中国代表权 没有处理台湾问题 问题2758决议文在联合国经过潘基文的道歉 那我们就可以现在马上一路坦足进去吗 不可以理解成为台湾是中国的一省 因为这个样子我们有能力透过国际的谈判好好处理观察员的地位你们不做 你们竟然让他变成 委员2007年 他竟然想了为什么以前政府不做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自己做不到嘛 有啊我们做的已经差不多对不起我们已经先下准备一脚了 你进去当海马虎宝宝 我难道不知道吗我在日内网 你还在推销这种把台湾当作中国一省的 中国的中国的台湾模式 我们没有签这个文件 我希望你把这个数码 我们如果签一个讲指责之类的 我们的文件的文件是2009年以后 中国的这个文件 这个是在二月份发表的 你今天签二月二十三号 段测拍 你竟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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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零五年 你就仔细看 我就想要没有�의 大家可以曳craft成为中国一省的五天符号 你们竟然不抗议 谢谢主持 谢谢主持 我知道你不抗议 你到现在还不抗议 台湾真是危险 被你们这样办外交 台湾的主权已经被消滅了 台湾已经被消灭的情况之下 你还要把这种消灭主权的产业模式 竟然还想要去国际间推广